哈喽大家,我是Amy 那又到了12月份 没想到我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分享了四年的手帐提系了 那明年的手帐提系呢,会有一些新的尝试 也有一些用了好几年的本子 那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那首先是每日每周的计划 那今年分享到了第四年 我终于可以用上自己设计的手帐本了 那这一本其实之前有过一条视频专门介绍过 主要就是左上角可以写一些每周的计划跟复盘 那剩下的呢,就是每一天的to do list跟时间轴 去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划吧 我其实用了几个月下来还是蛮顺手的 那也收到很多小伙伴的使用体验跟反馈 非常感谢大家 那接下来就是月度跟年计划的部分 那明年的话我是打算使用notion的电子记录方式 因为今年其实我从三月份就有开始尝试 每个月在notion上都做一次月度复盘嘛 能坚持到现在我其实觉得受益还蛮大的 因为它可以很清楚的把我每个月的进步都记录下来 而且也能看到做得不太好的地方 那下个月就有了比较清楚的努力的方向 那我会分成九个部分去进行月度回顾 那以四月份为例的话 我就在学业跟事业方面写了工作上的小确信 那频道方面呢我会记录一些增长跟内容的数据 那我的个人明白 a moment我会写一些小的里程碑吧 以及一些营业数据 精神健康呢我会记录我看过的书跟电影 那身体健康这一块就我回顾一些这个月的习惯打卡 朋友跟家庭的关系呢 我会记录一些这个月的大事件 self care自我疗愈这一块 我就会写一些这个月我是怎么样奖励自己的 那技能这一方面我就会记录课程的进度 那最后的金融呢会记一些大项的支出跟收入 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月度回顾的模板 我觉得还是挺全面的 明年我还是会沿用这一个方式 那年计划的部分 我一般会列出四到五个最想达成的事项 标记在我的主页上 这样每一次打开都能提醒我 因为今年我是体验过notion之后 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所以明年才打算把月计划跟年计划都放在电子文档中 我觉得会更加方便我去检索也更加有效的记录吧 那规划复盘类的手章就讲完了 接下来呢就先来开箱一下我的第二本五年日记 那我其实在年底的时候就有纠结要不要再继续买一本 但后来我就在想如果我坚持写十年二十年 那这一本本叠在一起就好像我的人生字典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突然被这个念头打动就又续上了五年 那当然还是很感慨的 这本五年手章陪我从大学毕业到出入职场 再换新工作回到上海 就从文字中就可以感受到时间和成长的一个痕迹吧 虽然很难想象就是五年后的我是什么样子 应该三十二岁了吧 但我相信这一本手章会有时间慢慢填满 然后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TN老朋友 那这一本日常记录其实也陪了我很久 从这个风皮的质感就能看出很历经沧桑的 但还是和往年一样 我会用来贴一些照片 然后用文字留下一些比较生动的回忆吧 然后去年呢 我终于用完了我上一本A5的读书和电影笔记 那今年电影的部分呢 我其实都用APP记录了 因为我觉得刚看完的话记忆会比较鲜明 所以明年这一本我就只打算拿它来做一些读书和零散的知识记录 比如看过的影片演讲播客等等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只有输入没有输出的话 对信息的消化不是很透彻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一本能够帮我多输出多理解 那最后这一本呢 是我最近刚刚开始记录的美食打卡手帐 因为我希望能把好吃的食物跟可爱的店铺都记录下来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生活的小乐趣吧 那这些就是我2023年会用到的一些手帐和安排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那就这样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